好這一次的 這個錄影我們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用一個簡單的介紹 讓各位知道或是了解 未來在家裡面第一次安裝系統 在 VirtualBox 上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選擇 那如果你在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家裡面需要一個 可以讓你測試上課環境的系統 在還沒有任何準備的狀況下 你也不需要把你的Windows分割區切掉 或是改變任何的東西 你直接在你的Windows上 安裝這一套軟體 請注意看它的網址 它的網址是 這樣 OK 3W VirtualBox.org 你到這個地方來以後 它主要的網頁 像這樣 這是它主要的網頁 首頁 你到了首頁上面來按Download Download 就到了下載這一頁 下載之時 如果你是用Windows系統 你可以直接選這個 X86這個Windows的 下載之後在Windows上安裝 那我現在測試畫面的過程跟你講的是 用Linus的 好 我是直接裝在Linus上面 然後呢 使用的VirtualBox的版本呢 就是下面這個D6版 7W版 D6版 的X86 64版 好 好 那我們等一下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已經把 RPM抓下來安裝好 還沒有安裝 安裝的過程 事實上很簡單 也很類似在Windows上面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 我們直接可以 在Linus上面按右鍵 選擇用 軟體安裝程式來進行安裝 那它過程很快 那我可以直接選擇繼續 它就會問我是否要安裝這個軟體 我就安裝 好 那安裝了之後呢 在這裡 我需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當你回去 在第一次 剛開始上課 那也許是第一個禮拜 或也許是第二個禮拜 你想要去 練習安裝系統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 這就是一個 可以給各位選擇的方法 那 首先第一個 你必須取得安裝光碟 你上課 也許會 給你 安裝光碟 或者是你可以從外面去取得 可以使用的安裝光碟 當我們上課時使用的是 瑞海企業版 第六版 在 開放原始碼的社群中 有沒有什麼 類似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 因為現在 在我們錄影的同時 CentreOS的第六版 並還沒有出來 那我們主要 就是使用這套Linux 這套Linux 叫做 Scientific Linux 請注意看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是 好 FTP 是用網頁的協定 連到 ftp.nchc.org.tw 然後 後面呢 Linux Scientific 6 第六版 X86 64的ISO 這個目錄裡面 你直接抓這個檔案 就行了 好 把這個檔案抓下來 你也許可以燒成光碟 也許可以像我們現在這樣 不 就直接使用這個印象檔 來進行開機 好 那麼 安裝的過程很快 他應該裝完了 裝完應該就沒事了 好 然後我就 好 可以繼續 然後呢 這個等一下 他應該等一下就會消失 然後 啊 取得安裝光碟之後 你 我們在安裝過程中 怎麼去選擇我們必要軟體 這是在 同學上課時很困惑的一個 所以我這次錄影呢 我就先錄這一段 可以讓同學在回家的時候 有完整清楚的看到 你該怎麼處理你的硬體 還有你怎麼去設定你的VirtualBox 那 我還沒有要求 你要去設 去安裝一個 適用於虛擬化的 任何企業版的環境 那是你在上完第二本書之後 或者是上完第一本書之後 在這個階段 如果你 覺得你夠熟練 你可以開始在實機上安裝的時候 再來考慮這個問題 我這一次是先用VirtualBox 做錄影的測試 那如果這個效果還不錯的話 就把它貼到網路上 好 這個視窗關不掉了 有一個程式可以幫助我們快速的關掉視窗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強制關掉錯誤的視窗 老鼠一過來按下去 就強制退出 這就沒有了 以後記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怎麼來呢 按右鍵 選擇加入表單 表單的下面的選項 在這裡叫做強制退出 有任何視窗程式卡住了 就可以用這個來把它退出 這等一下再說 好 我今天既然 VirtualBox裝好了 我在啟動VirtualBox之前 必須要先把我這一台電腦 虛擬化的模組 先從核心裡面去掉 這個是進階動作 所以你不知道 知道的同學你可以看一下 學完大概第二本書之後的同學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在找的是KVM模組 這個模組 會跟VirtualBox衝突 如果你在Ninus上面安裝的話 如果你在Windows上安裝 就沒有這個困擾 它是有相應性的 所以我必須先移除這個模組 再移除這個模組 移除模組的動作 Modepro.hr KVM Intel 再移除 KVM 這兩個移除之後 我的VirtualBox 就可以正常的執行 OK 好 等一下我們就會用VirtualBox 來做一個示範 我們怎麼去在Windows上 去進行虛擬機的安裝 那虛擬機安裝的時候 我們首先這個問題在於 你要是覺得英文的介面 不好看 看不懂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把語系調整成 你熟悉的正體中文台灣 好 那現在VirtualBox已經相當的成熟 已經到了4.04版 我非常歡迎同學 好好的使用這個 開放約時馬的虛擬化環境 這個程式在初學者的角度來說 是相當容易使用的 它就等於是在你的作業系統中 虛擬出一個PC來 我們這台電腦 現在我是測試的這台電腦 是一台 四核心的電腦 差不多跟我們上課的時候 用的是一樣的 它是Intel Core 2 Quad 8400 然後每顆CPU有2MB的Catch 時脈是這樣 然後呢 它的功能虛擬化裡面 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的記憶體容量呢 是4G 那我們的Swap做的比較多一點 然後呢 4G用的差不多這樣 它的那個狀況 我們剛剛有做一些檔案的轉送 所以它用的比較多 這不是重點 現在 我可以使用的空間的地方 在哪裡 在我系統上 我準備要用的地方 是這裡 這裡是有31G的空間 可以讓我做虛擬機 所以等一下會把硬碟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DATA1的部分 這個是跟我們上課的 示範的時候 常會出現的狀況 那我現在在影片中 已經幫你做過一次安裝 我就將不會在課堂上再做一次 那我會希望你在課堂上 轉足於課堂的內容 因為我們的課堂內容實在太多 所以呢 這部分我就請你回去 好好的看這個影片 既然影片有 你就可以一步步的 看到什麼 把它停下來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就看你自己怎麼做了 現在我要新建一個虛擬機 下一步 我的虛擬機的名稱 比如說我把它叫做 Student電腦 我的最新種是Linux 它的類型是 你可以這樣選 Oracle Linux Redhead64位元 好 然後呢 我們的記憶體給它512 事實上在虛擬機裡面 512是有點小的 如果是以KVM在做虛擬的話 512剛剛好 可是如果用Virtual Bus 我們在使用D600的經驗裡面 好像有點差 所以我在Virtual Bus裡面使用的時候 我會把它稍微做大一點 比如說768也可以 好 768 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 除了記憶體之外 這下面有虛擬碟 虛擬硬碟 在使用的時候 我現在是 我的系統中 沒有新的虛擬機用的硬碟 所以我要新建一個新的硬碟 下一步 在這個地方 出現了虛擬機的精靈 在這個虛擬機精靈下面呢 下一步 我就選擇 我儲存空間使用的方式 是固定的還是動態的 這個時候在虛擬機的設定上 在Virtual Bus上面 適合使用動態的 但是未來 如果你使用Linus系統上面的虛擬機 它將會需要你使用固定的 那這是以後再說 現在我們為了方便 節省空間 使用動態延伸存放的檔案大小 它存放的位置 原本預設是在使用者加募中 我必須將它改變到 在台灣目錄裡面 它的名字叫做 Student VDI 為了管制它 我把它放在一個 Virtual Box 的目錄中 存檔名稱叫做 Student VDI 它的大小是 故意給它做成80G 欸 老師你沒有80G 對 我沒有80G空間 我可以假裝它是一個80G的硬碟 它用多少空間 就佔多少檔案大小 這就是動態存放 好 它存放的位置是DataOne V-Box裡面的 Student VDI 大小是80G 這樣子完成 好 那我這個 這個東西已經做好了 這一台假的電腦名字 叫Student 作為系統類型 是Red Hat 64位元 768MG的記憶體 然後呢 我的硬碟標準 是放在80G 但是它是動態延伸大小 好 我已經準備好 這個時候 虛擬機出來 好 在第四版的Virtual Box裡面 有很多的項目 都是以前第三版做不到的 而且 它的軟體的穩定度 大幅的提升 在這裡 我必須要先主態 它的光碟機 還有我們的 嗯 網路卡 好 那我希望我的電腦 跟我的網路卡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可以選擇用 調節器 調節器的好處是 它可以直接跟我的 原始的網路卡連接 如果你沒有這個 你可以透過這邊 直接選擇你的 界面卡 這個界面卡 就是你的實際 實際的網卡 這兩個選擇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在今天這台電腦 我們主要是以 調節器為主 好 然後呢 這個調節呢 我們以後會談到 因為我現在這台電腦 是上課用的電腦 所以呢 它會有一個BR0的調節器 那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家裡面使用的 Window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它的網卡 你只可以這邊 瞧接界面卡 這邊就有網卡可以選 很容易選的 你一定看得懂 再來音效還好 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是在儲存裝置 這個地方 儲存裝置現在 我的光碟機裡面 是空的 光碟機是空的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選擇光碟機的過程中 我可以在這邊選擇 光碟片 好 那我選擇光碟片的時候呢 光碟片的ISO檔 可以直接被我當成光碟 放到這裡面 在 這裡 主檔案系統 然後這裡面就有 DATA1 裡面就有 光碟片印象檔 這裡有 RENHEAD 7的版 D6版 X864的DVD的光碟片 我把它抓進來 這就好像是拿個印象檔 來擋著光碟片一樣 所以你在Window裡面 也是用一樣的事情 在這邊選擇 光碟片的印象檔 然後呢 可以直接把印象檔抓下來 不需要燒成光碟 直接拿來當作光碟機使用 好 我的硬碟在這個地方 請注意在這兩個地方的 ID控制器 或SA控制器 SATA控制器 這邊的 IOCatch 都要打開 要夠 這個 也要夠 這跟效能有關 然後再來 顯示卡的介面 你可以把記憶體多做一點 做到32M 這是我們為了 如果你要跑3D的話 有時候你要用無綁圖 你可能會比較希望打大一點 第二 開機順序 我們會需要使用光碟機開機 軟碟就不用了 我們這邊沒有軟碟 我們用光碟機開機 用硬碟開機 先用這個 IOAPI需要工 要記得 處理器 用PAE功能 這個加速的部分 都要使用 請注意 如果你是 Linus的老手 我們剛解除的 所移除的 模組 就是為了這個東西 模組不移除 這個工具沒有辦法使用 OK 我們這邊已經做好了 我已經可以開始 進行 啟動動作 請你注意 在這上面的描述 名稱 類型 系統這邊 你的CPU 要勾這兩個 處理器 一顆 主機板上面 IOAPIC要勾 這是平板裝置使用的 顯示卡部分 你可以把它做大一點 不需要勾3D加速 因為我們是企業板 比較沒有這個需求 儲存裝置的ID控制器 跟SATA控制器 都要勾IOCatch 要把光碟的印象檔加進去